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因为机器人会有所谓的警戒射击 不好辨识是否有没有被发现 我们用丛组做例子 据点驻军 作战敏感度低 对于被警戒或警戒范围外的枪声关注度 以及空头舱 仅限于地点观察 以及排出一位至两位哨兵来搜寻敌人 对于有军单位的消失 如果不在可警戒的面向及范围 他们便不会进入交战状态 而是前往我方开火位置来进行搜寻 而敌人的哨兵 是有可能由重型单位来担当的哦 因此开火并转移 在这游戏里面是很重要的观念 请好好地记起来 游走的巡逻队 作战敏感度高 对于我方关注度极为敏感 你可以把地图放大至最大 它的中心半径 大约就是他们的警戒范围哦 当你被巡逻队发现并警戒的时候 他们会集体行动朝警戒点前进 一旦有军单位消失 便会立即进入交战状态 我们可以从小地图看到 巡逻队集体向开火地点集结 并没有立即朝我这边靠拢 巡逻队会在地图上生成 同时以玩家为目标 然后一直线前进直到地图外 接着再重新生成新的巡逻队 所以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点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跟踪虫是目前的例外 当你进入领地范围时 跟踪虫就会进入交战状态 撇除讨厌的会被摸屁股的因素 当他受伤退缩之后方 就会因为你的开火 就会引发附近的驻军 或是巡逻队的注意 跟踪虫巢 觉得是优先处理的次要目标哦 在forgamer的游戏资讯文章中 Aerrohead资讯长又提到 像所有的敌人一样 他们有听觉与视觉 有些虫族 甚至还具有在一定范围内 类似嗅觉的侦察感应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你明明躲得好好的 敌军还是会朝你靠拢 因此如果你要摆脱敌军 需要不断地进行移动 避免被直接警戒及观测到 直到他们放弃追击为止 此堂课就先上到这边 我是暗示之后天堂 战兵代号Kojima 我们下堂课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